婚礼跟拍 有人觉得这是一个绝对不可下岗的职业 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拿起相机就能上岗的职业 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发家致富的职业 也有人觉得这是摄影师的穷途末路 但是我觉得婚礼跟拍真的很 肯定有人会问 你一个搞PS的假摄影师有什么立场来说婚礼跟拍 不好意思 我可是什么题材都拍过的人 除了人体 我开始拍人像的第二年 觉得玩摄影太花钱 得接单挣钱养爱好了 但是摸不着挣钱的门路 直到有一天我偶遇了一位婚礼跟拍的大神 他看我骨骼惊奇 硬堂发黑 立刻把我带入了婚礼跟拍的行业 这看起来是个很美好的事情 但随之而来的 却是社会的毒打 每场婚礼都是早晨4点钟出发 5点之前抵达 攻击都没有打名 就要被我的睡意吵醒 拍新娘拍化妆 拍盒子里的戒指 拍窗户上的红贴纸 客户对我很客气 但是疲倦的身体却对我很无情 祖传的失眠症 让我在每场婚礼拍摄之前 只能睡到两个小时 剩下的八小时 不间断高强度工作 只能靠意志坚挺 搞跟拍是个体力活 每分每秒都要全力以赴 即便早已轻车熟路 也要充满热情 时时刻刻带动大家的情绪 拍完化妆拍街情 拍完街心拍车队 拍完车队拍新房 拍完新房 要拍车上的新郎新娘 这些只是开胃菜 酒店才是主战场 拍完现场拍进酒 拍完进酒 运气好 能跟新人一起吃一口剩饭 运气不好 那就只有独自离开 每一次拍完婚礼 我都能睡很久很久 有时候倒下去之前 会想自己还能不能爬起来 行过来之后 有一场新的噩梦 1500次快门 30张金修 300张简修 虽然说是简修 但每一张都得调色 磨皮夜化 不知道又要让我经历 多少个无眠之夜 一场拍摄 8小时高强度工作 回来还有10小时修图 最后拿到手上 800块钱 虽然我们这算很不错了 折算一下 就是一小时挣了啊 挣了啊 哎呀呀别笑我了 高考数学30分 我摊牌了还不行吗 折算一下就是没多少钱 一个月称此做无弹 除了获得4000块钱 我学到了什么技术吗 增长了什么见识吗 可能前五次拍摄都很新鲜 但是后面50次都是折磨 多年之后 我和同行聊起跟拍 我们当年都觉得 把歪猫当成奋斗的目标 但实际上 就在婚礼的套路中 疲于奔命 时间长了 热情消磨殆尽 工作也受了够多的气 婚庆是爸爸 同行很逮 用尽了创意 浩光的体力 找不到全新的路 也不想去找 想离开跟拍事业 另提习近 却舍不得辛苦 积累下了那么多人脉 有时候又会想 我是干别的事情 别人会认可我 我能取得一样的收益吗 而我 真的做得好别的事情 今天讲的事情 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多年之后 我和当时带我跟拍的兄弟 又坐下来谈理想 那一年 他获得了WPPI的亚军 我获得了FAPA的亚军 我们都没有膨胀 因为没有膨胀的底气 在真实的生活中 我们都是最普通 最普通的社会底层劳动人 听不到欢呼 也无法报复 指挥不了别人的工作 也控制不了自己的命运 这可能就是真正的 照相师傅的归宿吧 在平静的挣扎中 走完一程 听完这么多 你还想做婚礼跟拍吗 我知道一定有人会说 歪猫获得成功 为什么我不能 我也知道 作为一名老师 我得鼓励学生 追求自己的梦想 作为一名up主 我也得传播正能量 但是婚礼跟拍 是我见过 职业前景最狭窄的行业 之一 你透过遥远天明的山谷 缝起的确能够看到 歪猫灯塔的光芒 但是在偷往山谷的 漫漫长路上 还有千千万万 和我们一样的同行 在原地彷徨 所以说了这么多 我的建议是 如果不是真爱就算 但如果你是真的 热爱这一行 会被每一对新人的爱情感动 会为每一张照片 倾注心血 那么请你 一定不要拘泥于 同一个城市 跟拍出作品 只有两个办法 要么找人旅行摆拍 要么不停更换 更高级的跟拍场景 接更高级的婚礼 同时要保证身体 每一个做跟拍的人都知道 如果身体垮了 那什么都没了 祝各位做跟拍的同行们 一切顺利